欧佩克减产后,拜登将重新评估与沙特的关系,把新社以此为题报道称,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1日在受访时,被问及美方对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起大幅减产的可能的回应。 他表示,会就此举采取回应,给沙特阿拉伯带来后果。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非欧佩克产油国5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第33次部长级会议,决定自今年11月起大幅减产,在8月产量的基础上将月度产量日均下调200万桶,此次减产规模相当于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2%。 法新社称,此举激怒了白宫,也引发了人们对油价可能飙升的担忧。 拜登11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,被问及此时极可能的回应。 他回答说,我不会去讨论我会考虑什么,我心里想的是什么,但会有,会有后果的。 报道解释说,拜登没有透露正在考虑的回应是什么,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·科比早些时候明确表示,白宫正在重新评估美国与沙特的关系。 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,沙特外交国务大臣阿德尔·朱拜海儿7日曾表示,沙特支持主要石油国减产,是想稳定全球市场。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,与全球经济放缓相关的能源需求下降,才是欧佩克组织与非欧佩克产油国最关心的问题。 最近一段时间来,由于市场担忧全球经济增长前景,国际原油价格出现震荡走低,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缺价格从今年6月的每桶超过120美元,大幅下跌至目前的每桶约87美元,回落至俄乌冲突之前的水平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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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